其实在过去三年当中 无论是古巴还是其他的国家 都是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疫情挑战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像中国和古巴都在第一时间 向那些需要援助的国家提供了医疗援助 这个跟很多西方国家所展现出来的 比如冷漠 自私又很大的区别 习主席其实也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 也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 那您对于这些理念 这些倡议 是怎么样来理解的 您觉得它对于世界的意义是什么 这些是两个疫情 snap anni一 经理议 第一提优 这个心想 Birds 這次的採用是對某些人一般的同志, 是對某些人的可集中可以接種 ,我們希望全都會去買 我們對某些人的採用 要改動教育政治的壞 socioeconómico 這是她的保護者, 其實它是一個非洲人民的採用, 我們是一聲的役目吧 他們的規定要教育保護者 社交平台是否正在法治人上的法治人 政府所吻的法治人 在夏天的法治人 而言之意 是很很有益心 对信服务的保护 这是表示协短 是金人的包装 是这就是一 CONSID 是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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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套一套的处理 我支持并且禁止 则输那天一套一套一套的 不险用的 要求去世界上 我认为这说 很多 中国是解决了 一个大想法 能够支援 和支持 大想法 一个小国 像我们的 我们 我认为 这是 对 我们的 是一切 一切 我们说 是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